咖啡腰汁 今天我来跟大家聊聊速溶咖啡 速溶咖啡的测评我们之前做好多期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聊点不一样的 是一期关于速溶咖啡的科普视频 开始之前我还是先问一下大家 你们平时是喝速溶咖啡还是喝非速溶的咖啡 速溶咖啡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直接溶于水的咖啡 非速溶的咖啡有胶囊咖啡 挂儿咖啡 现墨咖啡 冷脆咖啡液 罐装的咖啡 这些都属于非速溶咖啡 我自己先忙猜也不 肯定是喝速溶咖啡的多 速溶咖啡在被市场普及之前 它其实在1881年就已经被法国人发明出来了 当时也没有被大规模的批量生产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市场需求 之后又被改进过好多次 真正被发掘出来有市场需求的 其实是在二战期间 大量的速溶咖啡被消耗在战场上 提到咖啡豆就不得不说 巴西 但是提到巴西 我们第一时间肯定不会联想到咖啡豆这种农作物 极有可能是巴西的足球 或者是热情的三八五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巴西它的确是全世界最大的咖啡豆的生产国 以及出口国 而且巴西咖啡的种植产业的工业化流程 非常非常的发达 因为地处高原 种植咖啡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平坦的这种高原 跟我们云南不一样 云南种咖啡的地方都要翻山越岭的 所以说咖啡豆只能手摘咖啡 但是在巴西他们就不一样了 基本上都是机械采摘咖啡 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 他们才使用人工手踩的方式 那1930到1940年之间 巴西的咖啡豆盛产导致了 食物之后消耗不完了 咖啡豆又不能长期存放 当时又不像现在的技术 有横温横湿的仓库 不对 有横温横湿的仓库 也只能放品质很高的咖啡豆 所以说巴西的政府就找到了雀巢 雀巢当时还没有做过素容咖啡 他们一拍即合 要把咖啡豆做成素容咖啡 这样既能解决巴西的咖啡豆产量太多 消耗不了的问题 又能赚钱 一举两得 接下来 雀巢开始大量的收购巴西的咖啡豆 做成素容咖啡 自此素容咖啡便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由于素容咖啡的特性 它体积很小 方便存储 也方便饮用 再加上它有提升形态的功能 在二战期间几乎就成了战场上必备的提升工具 所以说真正的市场需求被挖掘出来 还是在战争年代 接下来再聊一聊素容咖啡的生产工艺 素容咖啡的生产流程非常复杂 它比烘焙咖啡豆要复杂得多 其实它的第一步就是需要先把咖啡豆烘焙了 然后接下来研磨 再把咖啡粉放在很大很大的罐子里面萃取 萃取完之后的咖啡液 其实大部分都是水 比如这杯美式咖啡 这杯快喝完了 它的咖啡的浓度通常在1.5%以内 也就是说这杯美式咖啡我喝到的98%到99%都是水 所以说接下来他们会把咖啡的物质提取出来 然后干燥成粉末 整个流程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基容的冻干粉 也会有一些新的制作工艺 如果你们感兴趣 在这里帮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之后会给大家基容的科普 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思考 比如你们可能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讲 不要经常吃泡面 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不健康 但是每天还是有大量的泡面被消费掉 当你出门在外 一个人在陌生地方的时候 就是泡面的方便性 就能很快的解决你的温饱需求 所以说我之前只要是去国外出差 我都会备一些泡面 回过来想一想 重咖啡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你干论文的时候 或者是备考的时候 再或者是出门在外 你没有条件的时候 它的确是很快的就解决了 提神醒脑的生理需求 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工具 这也是为什么 素容咖啡在真正被发掘出 有市场需求的 是在二战期间 你想一口素容咖啡 士兵们瞬间就来了劲 踢起枪杆子就上战场了 素容咖啡是咖啡掀起的 第一波大的浪潮 但是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 以及咖啡市场 它不断的在演变 欧美国家的人群开始慢慢的 从素容咖啡变成喝羡慕咖啡 也就是后来的第二波咖啡浪潮 以及当下正在流行的 精品咖啡的第三波浪潮 我之前在讲 意识咖啡机进化室的那些 我有讲到过 随着工业化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咖啡器具 设备出现在人民的面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喝羡慕的咖啡 羡慕咖啡的香气 以及浓郁的这种口感 是素容咖啡时间不了的 由于欧美接触 羡慕咖啡的时间比我们的要早 所以说素容咖啡和羡慕咖啡的消费比例上 中国的素容咖啡消费比例高达70% 而全球范围的比例 在相反 素容咖啡的消费比例只占到10%左右 这也说明了国内的咖啡消费群体 目前还在第一阶段的消费习惯 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 整个市场的发展 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那羡慕咖啡以及急饮的咖啡 这个市场需求会逐渐变大 那最开始的素容咖啡由于技术的限制 以及使用较差的这个罗伯斯塔咖啡豆 再加上人们喝咖啡纯粹是为了提个神 所以说素容咖啡它除了苦的一匹色的一匹 你几乎喝不到别的什么味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素容咖啡要加糖加纸纸墨 来调和苦涩味 能让你喝到这种甜甜的奶香味 但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考量 还是素容的黑咖啡更健康一些 有人问素容咖啡好喝吗 我想大部分人喝素容咖啡 可能第一在乎的应该不是好不好喝 他们首先在乎的是够不够方便 能不能提神 其次考虑因素才有可能是好不好喝的问题 大部分人在家里办公室里一勺素容咖啡 加水搅拌一下加点糖和奶一口下肚 精神头就来了的确是方便快捷 但是真的也就只是提提神不怎么好喝 不过像挂儿咖啡胶囊咖啡都是不错的代替方法 最近就一直在喝的代塔胶囊咖啡 如果你去过葡萄牙 你肯定会听过这个品牌的咖啡 算是葡萄牙的国民品牌了 胶囊机小巧操作方便 开机预热30秒就可以做一杯咖啡 胶囊也是独有的 有十几种味道 都是阿拉比卡的拼配 它的胶囊味道参考不仅只有强度 另外也有香气 唇厚度 酸度 平衡感 这几项参考就很实用 比如我喜欢低酸的 就可以找酸度数值低 强度和唇厚度数值高的 我虽然是一个咖啡up主 但是我什么咖啡都喝 我几乎不挑素容 挂儿 胶囊 便利店咖啡 咖啡店的咖啡 它们出现在我生活的不同的场景中 比如高铁上飞机上 出门在外的这些不固定的场景下 四容咖啡摇一摇 嘟嘟嘟嘟的两口就很舒服 办公室或者是家里 我备一台胶囊咖啡 一个简简单单的按键 就能瞬间提高效率 喝什么咖啡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当你出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泡便的方便 你怎么不扔呢 我刚开始出门了 拿银拿银 当你出门在外 在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 好啊 好